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美女婷姻 欢迎收看ZOOTV的生活小天室 今天我想和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是 每一次当我们在家打扫的物资光 是不是会发现很多在循环的物品 可是却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好 像是这些啊 纸筒啊 还有这个水瓶 这些呢 其实它也不是垃圾哦 那么今天呢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妙招呢 就是如何把这些物品 成为一个更好的家里收纳的东西 好 首先我们先介绍这一个纸筒 每次呢 我们回到家呢 我们是不是把这些绳子啊 充电器都会放放 要找的时候却是找不到 好 这时候呢 你只需要把这些绳子 慢慢的圈一圈 把它塞进这个直筒里面 像这样 然后呢 我要把这个充电器塞一塞 好 你看 是不是变整齐了呢 这时候呢 如果你看找不到这些东西呢 你只需要在它的外面 写上这个东西的名称 那么呢 你就可以放到这里 家里的水的第一处 这样你出门的时候呢 也不会忘东忘西 好 这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纸筒 来做一个笔筒 好 我们现在要用它的图 这个圆圈呢 我们找一个不要的纸盒 我们把它画一画 先这样画一个圆圈 用剪刀把它剪开 切的时候要小心你的手哦 如果是小费要做呢 家长可以一起做 好 现在要把这个圆圈剪开的过后呢 你只需要用这个半能胶 把它涂上 拿平 放好 然后呢 把这个纸筒把它贴上去 等它开了过后呢 你注意到够放像你自己喜欢的文具 是不是简单又方便呢 好 那么呢 在接下来和大家介绍的呢 是这个水瓶 每次我们在外面呢 口渴呢 就买了一些饮料啊 一口气的去把它喝完 可是喝完的这些瓶子 我们不要给这个丢掉 然后呢 我们做一些DIY 可以能够成为很方便的一个 送它的东西 好 首先这是一个瓶子 我们把它的三分之一的图了 我们把它剪开 然后在割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小心隔手 但是我们不要把它割完哦 我们要留下后面的一小部分 像这样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这里剪开就可以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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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些瓶子都会比较硬哦 所以你可能要用比较大把的剪刀 可以剪它的就是像这样 好 然后呢 再使用一些文具的打洞器 在这里简单的打一个洞 这时候这里有一个洞 就能够使用挂钩 然后就可以放一些钩匙 擦 就能够包一个水平了 那么这就是今天 我和大家分享的 这个再寻找物品的使用方法 那么大家赶快学起来吧 那么我们下次见 我是柳婷 感谢观看